字幕君 字幕君 大家好,我是Idi,欢迎回来Live Journaling 有很多人都問我,你今年會不會拍2020的手像setup 其實我是拍了的 不過因為一些緣故,之前還有很多影片等要播出 所以拖到現在才可以跟大家發佈究竟我2020會用什麼手像 不好意思,我也知道遲了很多 其實我也是踏入2020年才有空間去想想自己想用什麼手像 因為這個問題不單止是你2020年想用什麼手像 而是你想怎樣去過你2020年的生活 所以在選手像的過程我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反思 但是我也是踏入2020年才開始想 所以如果你還沒決定好,是不怕遲的 我首先講一下,究竟我2019年的時候用了什麼手像 以及我覺得究竟有什麼反思 第一本我要講的手像就是這一本 我2019年的Boli Journal 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它 因為我會每個月去拍一些setup 但是起初的時候也是ok的,我也很期待用它 而且我也很喜歡它的style 因為我會用一些木顏色和grash去配合 我覺得紀錄的內容其實也是有意思的 但是慢慢我就發現我越來越少用它 原因就是因為我每一次畫它的時候 都是要小心翼翼去畫它 變了慢慢我就不想畫花它 未想清楚的時候就不想用它 其實這個是一個寫手像極大的障礙來的 所以如果你是經常都會怕寫錯的話 我建議你第一件事就是 想到什麼就寫進去這本手像裡 未想好怎樣裝飾都好也不要緊,寫下去先 最重要就是你和這本手像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去到後來,因為很多問題的緣故 我自己都沒有心機每個月想想 究竟要怎樣去setup每個月的手像 所以這一本就好像有點浪費了 我就打算後面那些熱面 未用完那些就打算用來做一些拼貼 或者一些不同類型的示範的時候 都可以在後面這些熱面那裡做 第二本手像其實就是這一本MD Diary 它是一日一頁的 它的介面就是 有時間線 你可以計劃一下你做什麼 本身我真的非常喜歡這一本 因為它的紙質也好 而且它前面也有月間 我很想做到那種復古風的拼貼 每一頁都很豐富 慢慢這一本手像就變成一本日記 而且我需要詳細一些記錄的事件 或者一些夢境 所以現在它主要都是純文字多些 有時候會畫一些小冊畫 但主要都是一些我可能發過的夢 或者一些工作上的brainstorm 所以它的內容其實是寫得很有意義的 我都會繼續用它來做日記 以及一些夢境紀錄 但它就不會是一本裝飾得很漂亮的手像 慢慢我就發現 我需要多一點關於時間規劃的手像 而且我的工作其實是半年半年的一個單位 所以我就買了一本迪夢期的19至20年的學年字 它是由19年7月開始到2020年的6月 中間它的特色就是除了月間之外 就是每天都由7點到晚上7點的時間規劃 還有就是一些畫寶 今年我就買了這一本叫Della Roni的畫寶 它是比較適合可以畫到一些水彩風的東西 我自己有時都對於水彩有一種特別的癖好 就很想用水彩來畫一些東西 所以我就用這本畫寶去畫一些我想記錄的畫面 用到水彩去記錄一些畫面 是一種很有成功感的東西 畫完之後你都會覺得超開心 所以通常如果要帶去一些攝影機或者去旅行 我都一定會選擇用到水彩的手像 另外就是Travelness Notebook 今年也有用Travelness Notebook去記錄一些旅行的記錄 我突然覺得Travelness Notebook的介面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很簡單很快就可以裝飾到一個很豐富的版面 所以今年也是會繼續用Travelness Notebook的 雖然我剛才說的東西好像有些做不到 或者是不像我本身的期望 但我不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失敗 反而我就會想一下 我想了很久究竟我是不是不適合用Bullet Journal 還是可以用另一種Bullet Journal的方式呢 我的反思就是我發現 其實Bullet Journal 我很想我可以日後去揭回整本 記錄一些我真正想記錄的東西 這種感覺 但我的問題就是 如果要我預先很小心翼翼地去想 版面是怎樣 或者是因為要拍片給大家看 所以有時候就要很多的計劃 我會覺得很大壓力 我沒有辦法是一個預先計劃好的人 可能我有時候會突然想起 我想有個這樣的頁面 我想記錄一些這樣的東西 那我就會立刻畫上去 我會用最簡單最簡約的方法去記錄 但是 不代表它是不漂亮的 反而這種方式會衝破了我 對於Bullet Journal的一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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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竿 就是衝破了那個 用Bullet Journal的難處 那所以呢 我就決定我今年呢 不會去拍一個 每個月 我會怎樣去準備我的Bullet Journal 去下一個月的一個 系列 反而呢 其實呢 我拍片 最重要都是想和大家分享我用的過程 所以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完全照顧我那個版面去畫的啦 那如果你真的有之前有跟我的版面去畫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但我相信大部份人都是會用自己最喜歡的方式去畫的 那所以我就決定 反而是用一種用後感的方式去分享我怎樣去用這本章 還有可能用一種Glipthrough的方式去給大家看我的紀錄 對 那我也有想過 我會不會一開始一年之前呢 就畫好整年的一些版面啦 譬如我畫好月間的版面 那起碼呢 我就 有個範圍 我不用每個月都畫一次啦 那但是呢 後來我就發現 這種方式都不太適合我 因為我可能是不需要月間的 還有呢 我可能是 想 它可以跟回時序 去記錄下 這個部分呢 就是12月發生的 這個部分是1月發生的 我不想跳樓跳去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就決定 都是會 每度那個時候才畫的 但我就會盡量選擇我畫的東西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都跟我說 其實他們 沒有辦法花那麼多時間去畫他們的手帳 那我這個都認同 我覺得如果我每一次寫手帳之前 我要花另外一堆時間去畫這個版面呢 那對於很多新手來說呢 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來的 那今年我會用的手帳啦 那我預先預告了給大家 那第一本我會用的呢 就是 一本呢 我想記錄下香港發生的事 香港人的手帳啦 那這一本手帳呢 我就會 記錄下一些香港裡面發生的大事啦 我希望盡量以一種 事件紀錄的方式 不加上很多個人情感的時候 去描述 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看到不同的報紙 怎樣去寫這件事 這樣的角度呢 去記錄下香港 不斷發生著很多大的事情 其實這件事呢 我想做很久的了 但是呢 在六月到現在 其實那些事件是不斷發生著的 那我自己呢 都覺得沒有空間有心力 可以去做這件事啦 直到2020年 那我都決定要做這件事啦 我希望從2020年開始 這樣去記錄下 這些我覺得很重要的事件啦 那第二件會用的呢 就是 Bullet Journal啦 剛才我說 那今年呢 我會用Bullet Journal的寶 究竟是哪一個幸運兒呢 那我想呢 你都可能會猜到的啦 其實我掙扎了很久的 究竟用MD Notebook好啊 還是用Moleskine好的 那其實呢 MD Notebook的好處呢 就是紫質很好啦 嗯 它的質感很舒服啦 很帥仔啦 厚薄呢 也是很適中的 大概用到半年左右啦 那但是呢 我今年就決定呢 要試一下一些新的東西啦 那所以呢 我就選了Moleskine的 那等一下我再拍一個詳細一點 裡面的影片給大家看啦 第三本會用的呢 就是這一本 學年節會繼續使用的 那另外畫寶和Travel on Snowboard呢 都會繼續使用啦 還有 我這一本聖經手像啦 都是會繼續使用的 那它是一本聖經啦 那裡面已經有一些插畫的啦 那但是呢 我就會用一邊 旁邊那些的空白位呢 去做一些插畫的 它的作用呢 就不是讓我記錄下 每天發生過什麼事情 或者去計劃的 那樣的 反而呢 它練習呢 如何在一些聖經的裡面呢 去到 成為呢 我自己一些的反思 那上次拍了這個影片之後呢 有些朋友都在下面留言 說很喜歡它啦 那我相信都是會有一定的觀眾 想看我如何去用這個 手像聖經的 那所以呢 今年主力會分享的就是 香港人的手像啦 Volet Journal 和這一本 手像聖經的 那事不宜遲啦 我就立刻開始去說一下 究竟 我現在用這個年度的頁面呢 會是怎樣的 真是不好意思啊 因為呢 我接受不到這條片實在太長啦 所以分了兩集這樣出街 那但是下一集呢 都會非常快出現的啦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就記得follow著我這個頻道啦